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七题 如右图 从A走到B 只准向上向下向右 而且同一点 不许经过 第二次 那么则经过P点的方法有几种 那这样子的图形 那这种题目要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用这样来想 你要经过P 那我们可以用 全部去扣掉都没有经过P 那这样就是 一定都有经过P 那全部的话 就是说 我先不要管人要经过P 那我这样子 它可以上下 也可以往右的话 那意思就是说我可以走到 这一条线的任何一个点 那我这 这过来当然都可以上下 都可以这样走 这边也可以上下 也可以这样走 这边也可以上下 也可以这样走 也就是说 你差别就是走在这三条线的 某一个 某一条线 可能是这样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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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当然就不能回去 所以 这个三条线 它是不能走 第二次 好 所以 这里会有三种不同的情况 那走到这里 不管你从这里 你还要 你要走这 任何一条都可以 走这里可以任何一条都可以走 往上 往下 这边也是一样 都可以走任何一条 所以 所以 这边就是三 那这边的同样的道理 那就是 会不同 是四 那这边会不同 也是四条线的 那这边是三条 所以就 三乘四乘 四乘三 好 这是全部的情况 那我们扣掉 不经过P了 那我们把P这些 把P点插掉 到这边的连接线 把它插掉 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那 变成这个样子的话 我们从这里要走到P点 显然到这边的话 都是可以走 所以有三条线 那到这边呢 它有一些断掉 那我们要分成两个 这边有两条线 这边有两条线 所以是2乘2 那这边是两条线 这边一条线 所以2乘1 那都是从这里到 这个 这个也是从这里到这里 从头到尾 从头到尾 两个 走这边就不会走这边 所以 它是 不会互相重复 所以这个要用加 这边就是 3乘上括号的 2乘2加上 2乘1 括号 在乘以这边也是有三个 就是乘3 好 所以3乘括号 2乘2加2乘1乘3 好 那这个反正算出来14 这个算出来54 所以相减就是90 所以总共有91重 好